财务管理第三单元 先顺便介绍这本书 这本书是德民财经系 目前好像这几年了 用的课本 是谢建平写的财务管理 他这边书名就叫做 Fundamental of Corporate Finance 所以就是书名 就是叫做公司理财的基础 这个二手书市场找得到 如果需要去看的话 可以去看 那我们现在来继续讲 承袭上一次的单元 上一次单元我们是从英国开始讲 那今天为什么我这么强调英国 后面我会讲理由 因为英国是现次工业革命 发起在英国 现代文明就是起源于 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我认为是英国德国 那后来又有人 就是清除于栏 盛于栏就是美国跟日本 那可是英国跟德国一定要多讲 好 那上一次我们讲说 那个英国政府 No.1是谁 当然就是隔魁首相 No.2是谁 No.2就是财务大臣 那财务大臣呢 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就是要看 如果说是公司呢 公司实际上也是一样 公司有没有最高权力的人是谁 执行长 第二是谁 财务长 就是CEO 那讲这个议题之前 我们还是一样先讲一下 那个英国的内阁 英国的内阁总共有22个阁员 另外一个阁员呢 也要讲 讲的就是这边 就是第十位 前面有没有 就是四个四个 然后呢 剩下就是这第一位 第一位这个叫 我讲一下好了 就是Secretary State 第一这边叫做健康与社会关怀 健康与社会关怀 接下来这位女士 叫做李德森女士 就是L-E-A-D-S-O-M 李德森MP 李德森MP不是李德森宪兵 我考试一定会考 你MP是什么 那选择题里面会有一个MP 第一个A就是马屁 第二个A就是宪兵 然后呢 我会把它放在后面 就是叫做国会议员 像这个李德森 女士 她是什么 什么头衔呢 在这边英文就叫做那个 英文叫做Business Business Energy And Industry Strategy 就是商业能源与产业部策略 这个头衔呢 就相当于台湾的话 就是那个经济部 美国的话 当然就是能源部 还有劳工部 那反正我这门课 这些几个重要的国家 全部都会讲了 好 好那我接下来呢 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商业能源级 那个产业策略部长 他的职责是什么 这一样他就是写在这个网页上 好这网页我再讲一次 就是TripleW.gov.uk U.K.就是英国 英国是叫做大英国线 所以是U.K. U.K.就是跟美国的那个什么美国叫做U.S. U.S.是什么意思 是各州联合起来 那他的话呢 就是那个United Kingdom 是由王国联合起来 K.S. Kingdom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一个前的那个那个这个女士 李德森女士 他负责的 这边就是全部都有写了 写在这边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 这个引导政府 与商业公司的关系 就是在这边写leading 引导的话就是那个 在这边 leading developing就是leading the government relationship with business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确保能源供应 供应无余 价格合理 且干净 就是在这边 这个energy supply reliable 就是可靠 然后呢 负得起的就是便宜 所以我这边翻译成 就价格合理 而且呢 是很干净的能源 就是不能烧煤 好 那接下来呢 还有就是说 他这个部长 这个部长的那个 还有一个那个职责 就是要干嘛 保持英国 有没有 leading edge 就是在最前沿 在哪边 在什么领域呢 在科学 研究 还有呢 就是innovation 就是在创新 也居于领先地位 好 那我们接下来 看一下那个 这个就是英国的公司列表 这个呢 直接就是在维基 就是维基 维基里面 那个有一个科目 叫做这个 他是用英文 list 就是英国 我刚才不是讲 united kingdom 就是这个英文 united kingdom 英国公司的列表 这个列表里面 好 就是居于全球500大 500大 这边有写一个 居于全球500大的公司 有这几家有12345 5家 好 前两家呢 都是石油公司 像这个是 那个荷兰皇家 可牌 当然他是 就是那个英国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好很多大公司 他就是跟其他国家合并 我们慢慢的会讲 因为这个牵涉到财务管理 国际财务管理 第一家叫做 荷兰皇家 第二家叫BP BP也是很有名 叫做英国石油公司 第三家呢 大家都知道 叫HSBC 就是汇丰银行 汇丰困股公司 那第四家呢 叫做乐购 叫Tesco Tesco 以前在台湾有 设Tesco Tesco 那个 Tesco 就相当于法国的加勒夫 那法国的加勒夫呢 就是相当于英国的Tesco 不过后来Tesco 就全部卖掉了 卖给加勒夫 因为他觉得在台湾竞争太激烈了 那我们今天要特别讲的就是第五家叫联合立华 那联合立华公司呢 他生产的什么东西 是我这边直接用英文 然后这个把那个英文 直接我利用那个Google翻译了 然后讲说 他是一个英国跟荷兰 那个联合 就是两家公司合并 变成一个很大的公司 这是全国最全世界最大的食品公司 那个这家公司是生产食品 也生产化妆品 保养品 各种都有 你说一遍遍想一个东西都是他们生产的 只要跟英国有关 比如说利盾红茶是他们的 VO5洗法金是他们的 利氏相照也是英国也是这个联合立华公司 他拥有超过400个产品 然后包含这个食品饮料清洁剂等等 然后他是在1929年的时候 通过合并成立于1929年 在1929年的时候就是那个英国的这个叫什么黄油公司 跟立华先兄弟公司 然后后来就是变成是一个 那个后来又跟荷兰的公司合并了 好 因为这这家公司是非常重要的标杆企业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连接到这家公司的那个网页去 看一下他们的那个董事会的组成 所以我们这边开始就是要讲一些很重要的观念 那个国家的最高行政组 行政决策单位是内阁 内阁台湾的话就是行政院 公司的最高行政决策呢 就是什么董事会 董事会英文叫做Voter of Director 那内阁呢是阁员组成 那董事会呢当然就是董事组成 董事一定要知道叫Director 好 首相之后呢就是财相 就是他财相 财相就是那个财政大臣 英国叫财政大臣 那如果在家公司的话呢 执行长的下一位呢就是财务长 像这边这一个就是叫做财务长 有没有看到这一个也是男生 财务长 那这边有写 他负责他就叫CFO What the appointed 当然他是由CEO指定的 然后指定的 然后那个他像这一位财务长 他的上任时间就是2016年4月 所以另外我们要讲的议题 就是说跟这边有关 就是像这一位 这一位那个 大家看一下左下角这一位 这个他是什么东西 Compensation Committee 什么叫Compensation Committee 就是这个公司有没有 薪酬委员会 就是叫做Compensation Committee 像右边这个女生呢 他是公司的什么东西 独立董事 他就是公司 公司的那个独立董事 同时也是那个公司的那个 Corporector Responsibility 公司的那个社会责任还是什么 等一下我再把它想清楚 就是他是公司的独立董事 治理委员 然后治理委员会的成员 治理委员会叫做公司治理 叫做Corporector Governance 反正我们讲财务管理 我们要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要讲公司治理 那公司薪酬呢 是属于公司治理的一部分 那董事会呢 也非常必然就包含 那个独立董事 我们就是从这个真实案例 去看起来 来研究 反正我上次都是看真实企业组织 还有真实事件 然后再去把他的内容理论整理出来 同时我们来看一些考题 像今天考题 前两个单元 我们看的都是证券商业务员 这边就是高级业务员 那这两个都是 来我们最新的 就108 来第一个 公开发行公司设有独立董事者 应至少有多少席独立董事 亲自出席董事会 来答案猜猜看 ABCD 未强制规定 不合理 答案是哪一个 ABC通常这种 有没有不知道 数字不知道的 有没有 就是猜中间那一位 所以答案就是两位 这有明文规定 先给你们讲 有这个明文规定 那下一题 第一证券交易法 我们还没讲证券交易法 那顺便讲一下 我们财务管理 常常会讲到法链 第一个法链就是证券交易法 大家更不用说还有公司法 因为公司理财 当然还有就是公司法 公司法跟证券交易法 每一条都要看过 要熟悉 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定例 写一下公司 我们看一下 依照过证券交易法 规定选任独立董事之公司 有些公司就是法定规定 你一定要有独立董事 修正内部控制制度 事项提报董事会 什么叫做内部控制事项 也是我们财务管理课要讲的 如独立董事 有反对意见 反对意见 反对就不能这样子做 要反对意见 保留意见 我没有同意这件事 我保留意见 我不表意见 就是我保留 应如何处理 我们看一下 一 董事会 董事会议所为决议得撤销 这是A 第二个 董事会议不得为决议 不得为决议 就不能通过 第三个 董事会议所为决议 就是无效 第四个 因为董事会议中详细载明 这个独立董事不同意 不通意的理由要写出来 如果说他就说我保留 我不同意 反正我就是保留 持保留意见 他没有表示很清楚 这也要把它写下来 写得清清楚楚 那你觉得这个答案是哪一个 独立董事不见得一定是对 他也可能是错 可是他既然有意见 就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诸 这一题答案就诸 第一号 第一号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个108第三次 也是证券商高级业务员 这个考题 公开发行公司 当然我们还没有讲公开发行公司 什么叫做公开发行公司 这个公司法里面也是有明定 公开发行公司 股东会 选举是全替董事跟监察人 我前面有讲过 公司有债权人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股东 股东的话有很多权利 比如公司大赚的时候 我就可以多分一点钱 那不像是那个债权人 债权人公司赚的再多 你也只能拿到什么东西 利息跟你当初借给公司的钱拿回来 他公司的董事就不一样 权利比较多 因为他承担比较多风险 那还有他就参与公司的决策 他可以有没有被选任 可以争取有没有选取 担任董事会 甚至董事长 好 来我们继续看 就是选任当时即任其中 所持有之记名股票 这股份总额不足 法令所定制陈述 是应由谁补足 反正就是董事会 就是你的那个资格不够 因为你持有的那个什么 公司的股票不够多了 不够多嘛 你就是你只是少数 少数权利 少数你不能影响大多数 有没有分散股东的权利 所以不足的时候 就是因为你持有的股票 不足的时候 谁补足 当然有没有 ABCD哪一个 全体董事及监察人 全体监察人 全体董事 像这种就如果没把握的题目 就是没把握的选择题 都是选择嘛 单选题嘛 就是选哪一个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其他都是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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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就是另外一个 我就是读 独立董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交代同学 去看影片 这个影片 非常重要的影片 我们现在学习 不要只看 不能只读书 因为这个时代竞争很激烈 资讯很充分 很泛滥 你要去找好的资讯来看 接下来呢 我叫同学去看两个影片 两个影片一定要看 都跟英国有关 一个叫做公司的力量 一个叫做大国崛起 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要看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它 好 这个大国崛起 你只要在YouTube里面 那个打那个关键字 就可以了 当然我特别就是 它总共有几集 在大家荧幕上都看到了 那其中有一个 当然全部都很重要了 像这第三集是讲英国 好 随便大家就跳着看 那大国崛起 那我是觉得你去学经济学 学管理学 就是学商科的同学 一定要看这两个影片 一个是大国崛起 而且呢 全部都要看完 这样子呢 你才有世界观 好 虽然这是中国拍的 可是他拍的呢 非常非常令人 好 赞叹 还很客观 好 那另外一个呢 也是 那个 同一个导演拍的 好 好像叫任学人之类的 好 就是那个公司的力量 好 这也一定要看 好 这也是呢 就纪录片 十个纪录片 公司的力量 好 比如说这个 好 这讲公司 第一集就公司公司 好 你看这个 从整个历史回复 好 公司的历史 好 好 等等等等的 好 这个就是十集 好 像那个 我看一下那个 假设 像第十集 有没有 地球无疆 就是在讲说 今天的地球是怎样 都是跨国企业 好 那个 我们上课 我没时间给你们看 好 可是呢 你们一定 一定要自己看 好 不要浪费时间 在玩 电动玩具 好 我上课的话呢 我是在讲那个 讲就是理论 还有一些专业知识 好 那至于说这些是属于叫做常识 可是也不只是常识 等于说是让你们有世界观 好 然后呢 对这个现代社会更有概念 你们全部都要自己去看 好 那我会要求 这门课会要求你们写心得 我都会要求你们 就是自己去看过 然后要写心得 心得呢 要用手写的 好 email也可以 不过我是鼓励手写的 同学 那个分数会比较高 好 好 那另外呢 当然就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然后这样的 我是叫你们看那个大 我是 譬如说我有拍 这个大声念 念英文 英文 看一下可不可以找到我 刘任畅 好 那这边呢 当然我有点会讲 像我 像那个我上次讲的 关于那个全球 有没有 全球五大经济体 有五大经济体 像这个有没有 那个有什么 这边有没有 那个美国最大是18兆 美国最大是18兆 然后那个 其实是中国 然后那个等等的 也是同学 那我应该要去看一看 等一下 那我现在给你们看 看一些 好 画面这个是YouTube YouTube 那个像刚刚我讲的 那个003 我这边有大声念英文 有没有 001 002 003 003的刚刚讲的 那个003 然后就在这边 大家就是稍微看一下 欢迎大家 就是来捧场 来听一下 这个 这个是 去年9月17日录的 好像是我就讲大声说英文 我都是讲各种财经常识 希望大家就是念英文 我说过 台湾的那个GDP是多少都有讲 那后面我也有讲的是财务管理 这是财务管理 比如说我也讲这个是用一本原文的财务管理 我去讲解它 那譬如说这个是这一本 这边我不是讲的 cooperator finance 有没有看到 这个cooperator finance 就是我在那边讲解 这cooperator finance 我再打一次 然后就是算了 不用打了 就这个cooperator 等等 好像这12也是一样 同学可以多捧场 那我是主张 像我的英文发音 那我的英文发音准不准 不准 可是老外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敢讲人家听得懂 而且你讲了之后 重要的就是 你有讲就会进步 讲听得懂听不懂 其实就算你发音不标准 人家也一定听得懂 而且你越讲越多 你就会越来越进步 这些就你有讲 你的这些字呢 你就会记得起来 就是就好像 你学过你不用 不用就会忘记 那如果说你一直有在用 你就全部都记起来 而且会越记越多 而且会越记越少